学习生活的连织 用满水浇满学业 同一个危害是 它破坏了教育资源 破坏了教育生态 就原来你比方说一个县城 它有优质生源 差的生源好 弄得一块教育呢 好的学生 稍微差点学生互相影响 有可能就把这个地方带起来 把差的学生也带好了 你现在用这种掐尖的方式 好学生都走了 这个地方整个的中学就沦陷了 这就破坏了原来的教育生态 非常不利于当地学生的学习跟提高 第二个呢是损害教育公平 你琢磨琢磨 不论你是在大城市的中学也好 还是在恒水这样的地方也好 这些学生为了到你这学习 大老远得来 花费比于在原来的出生地要高得多 你是租房子也吃住啊等等等等 没点实力的学生家庭支撑不起 那么这就意味着贫困家庭的孩子 就没有机会上这种好的中学 只能留在当地 那么往往贫困家庭 很多都是农村学生 农村学生就在义务教育阶段 就失去了跟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竞争 在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班农村学生学习很不错 考上大学也是班级农村学生挺多 可是现在你在看大学 我们前不久做过一期 老连观人界做过一期这样节目 就说到你像清华大学不到17%的学生来自农村 北大不到10% 就农村学生比例的急剧下降 是他们在起跑线就输了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啊 对学生这些比较有利的措施 集中在一些超级中学里过度消耗了 而没有普及到更需要帮助的人当中 所以这种掐尖方式形成的超级中学 事实上把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 在起跑线就给甩开了 就没有竞争余地 所以这极大程度的损害了教育 再一个第三一点也非常重要 我们搞了这些年的素质教育 作为对立面的英式教育 更一步给夸张的提升 就你这么干的话 毫无疑问他有广大的示范校 那17万人到洪水中学参观 那不是说是来玩来了来旅游来了 都是搞教育的人 回去他得学啊 这一学其实等于英式教育又得到强化 这种片面强调升学率的作风 又大量抬头了 成为行业内广受褒奖的好办法 所以这和我们国家宏观上 提倡素质教育这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跟国家的政策 教育的一些基础诉求也是背道而驰的 再有第四个危害 对责消费的问题 我们再三强调不能收责消费 在招收优质生源的时候 他有充分的资金 你就不愿意来我免你学费 免你住宿费 甚至给你奖用金 就通过花钱买的方式 他也能弄了优质生源 这钱从哪来 他为什么要花钱弄优质生源 升学率提高了 就会有更多普通生源来 来你不得给我交钱吗 所以这反而刺激了择效费的推广 在一定程度对责消费进一步的强化 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我说他损害了若干个我们现在 本来通过教育部门的政策 辛辛苦苦营造的局面 容易被恒水中学的黑洞效应给摧毁了 最后一点 第五个危害 我认为是潜在 但是影响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孩子得到好处 第二个就是能够均衡教育资源 避免出现这种择效费 掐肩等等不正常的黑洞现象 第二个从具体的政策层面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出台 严谨跨地区招生 就是你这个中学 跑到另外一个地区去招生去了 你把人那个地方优质生源 通过各种各样手段都给弄过来 严谨这种现象 可能这些现象 会使一些所谓的好学生 和他的家长感到怨恨 凭啥这样啊 那需要好我有钱不让我去 其实这是短暂的牺牲 一部分人的不合理利益 而为了更好的均衡教育 这样长期下来 不至于使某个县城 或者某个地区成为教育的沦陷区 这对于整个中国将来 教育的均衡发展 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倒觉得 中国这个超级中学现象 必须要得到管制 否则它像黑洞一样 把周围的教育资源都给破坏了 把周围的教育生态 都给弄得冷热不均 苦乐不均 这对中国教育将来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